抽新盤入票教學 每逢新盤開售,入票抽得中已經難 想抽到一個好籌就更難了 不過想抽中又不一定要等運到 以下下來有幾個方法 可以有助於提升中籤的機會 首先入票指的是遞交舊樓二項書 還要準備一張10萬元的本票或支票落訂 通常發展商都會容許一個人名可入兩張票 亦可以以組合票的形式入票 至於可以跟哪一個一起合份 其實有很多選擇 如果你是已婚人士 夫婦每個人各自可以入兩張票 亦可以聯名組合票入兩張 加加賣賣就總共可以抽6票 大大增加了中籤的機會 但買家亦要準備6張各10萬元的支票或本票 留意可否再以夫婦聯名二組合票的形式入票 要視乎每個樓巴實際的入票規則而定 而夫婦聯名買樓 亦會損失一個首字的名額 樓換樓的操作亦會比較麻煩 若然你是單身或未婚 都可以和你的直系親屬一起抽籤 由於一個醜的削限可以抽到兩個單位 只要其中一個人抽中靚醜 你便可以拉醜和中籤的家人一起選樓 要留意的是 選樓者可否在簽約時 在買方中增加直系親屬 就要視乎發展商實際的規則而定 成功買入新盤後 買家可以透過內部轉讓的形式 向家人取回完整的業權 而如果在三年限售期過去之後 再將物業轉給其他人 就不用繳交額外印花稅 如果要申請名 亦需要繳付稅項 如果轉讓雙方屬於近親的關係 可以選擇比較低的第二標準稅率 而不是劃一的15%印花稅計算 申請名印花稅的公式 是以買入的業權比例 乘以樓價 再乘以印花稅率 大家亦要留意其他印花稅 近親轉讓申名除了一般的第二標準稅 其他稅項一律都不需要繳付 不過申名後 三年內變賣物業 就需要繳交額外印花稅 而非近親買方亦要留意 如果本身持有物業 購買物業時 就需要繳交15%的雙倍印花稅 要注意的是 若然本身有未供完的物業 轉名就需要重新做按揭 另外 如果與家人一起加分抽籤的話 不論業權比例 都要一起申請按揭 以兩個人的收入和負債總額等 去進行壓力測試 如果其中一方的財務狀況不理想 有機會會影響按揭批轄價 如果想更詳細掌握抽新盤和按揭的專業資訊 歡迎隨時亂我們